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国立大台现在开始 欢迎来到星期一的国立大台 Hello,大家听不听到,听不看得到 第一节国立大台 今天有彤彤和小宇在这里 老板就第三、四节就会出现了 七叔就 hedgeheiro队工作 今天就不在 大家听不听他 看不看得到 嘗嘗看看有没有坏 課金可以选曳 试一下有没有坏 听到 不知道看到不看到 sos 还有小我的看 全部都是聽到 嗨 對 好好好 知道大家聽到了 沒錯 七嫂來台灣 今天說什麼呢 今天就有一點承接上星期的話題 上星期就是在說唱歌不好聽的 Fiesta 今天也是相類似的題目 就是楊成林 其實相差很遠 這個好聽很多 對 就是說楊成林最近參加了內地的綜藝 歌手2024 然後他的出場只有兩集被人淘汰 而他兩集裡面的表現 都是有很大的回響 就是清一色地被罵很難聽 然後甚至還出現一些說 楊成林從來都不是一個實力派的歌手 這些留言 這些言論 然後 都很兇 在我的心目中 楊成林從來都是實力派的歌手 他不是沒有實力的歌手 而且都很全能 唱和跳都可以 但是他現在無論唱和跳都被人罵得很厲害 就是他近一兩年開始 就由這個明明是大家都很喜歡的台灣藝人來內地發展 是應該很受歡迎的 因為他也有參加過很多其他內地的節目 蒙面歌手 然後 成風波浪的姐姐 當時都是極高人氣地參加這些節目 但是呢 由他發生了兩宗比較大爭議的事情 就是之前他說台灣吃海鮮很奢侈的這個言論 還有他也有說河南人外騙人的這個言論 出現了之後 他就彷彿得罪了台灣和內地的所有粉絲 而令到他的觀眾緣瞬間暴跌 然後呢 就令到他做什麼都被人罵了 還有其實他唱得好不好呢 的確他那兩集是唱得不太好的 但是其實他不太好之餘 又不是太災難 他只不過是 但是楊盛林的確在這一兩集裡面唱的歌 他也是比以往他唱歌的方法轉了 他是很大力去唱歌 還有企圖很想不停飆高音 但是他以前不是唱不到高音的人 他就是學了宇宙JAM那一集 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內地的歌唱比賽 都是偏向喜歡聽別人的飆高音 所以可能他就想迎合那個市場 就是想迎合那個賣很高音 標高音的那個市場 然後呢 就令到他比較很大力 總之他是這一兩年其實 但是我看回他其他 這一兩年其他不是內地綜藝的唱片 其實都偏向是大力了 甚至是演唱會 他其實是整個唱歌的方法都轉了 但是之前的楊盛林 譬如他參加內地的蒙眠歌手的時候 他那個的割淺 是超級好聽的版本 他其實是可以唱到 即是本身的人說 他可能不是一個比賽型選手 但是不是啊 他蒙眠歌手是可以唱得很好聽 很有感情 而且音全部都是準 總之是一個很有實力的表演 所以其實他不是不知道 怎樣去rearrange一首歌 去做比賽 他不是不可以唱好 只不過是他這兩集裡面 所選擇的歌 所用的唱法 都不是一個對的東西 所以出來之後就很強差人意 因為他以前也是 那個 其實對我來說 楊盛林應該是唱一些 柔軟一點 柔軟一點的歌 他會比較好聽一點 雖然說《帶我走》是他自己的歌 那自己的歌 不一定每一首都是最合適自己的聲線 譬如有些人說 很喜歡他 不如唱回《曖昧》 因為《曖昧》就是那些很靜 但其實楊盛林的歌都很難唱 我想說 所以其實他本身 楊盛林的強項就是那些 很輕 很短的故事 但他很輕得來 他又不是那些很薄很弱的 他都實正的 所以其實他是有能力可以唱好一首歌 不知為何近一兩年 他的直播的作品 都是偏大力 不知真的跟不跟內地的市場 可能要迎合內地市場喜歡聽的東西 所以他偏向都是比較大力 然後就很吃力 因為我再重複聽回楊盛林的歌的時候 的確叫高音不是他的強項 他平時唱高音 他都不是叫的 因為每個歌手 我覺得你只要用回自己的方法 因為其實我又覺得內地市場 不太接受不到標高音的歌手 譬如你Storytelling很好聽 其實都可以 譬如 不過好像內地那些 就算是Storytelling的人 都可以叫得好 譬如你徐家瑩那些 都是很 不過他們都可以很高音 對 他們都是標高音的 但他們不是叫的高音 但都是偏向標高音的 但是我覺得譬如 因為他本身唱不到Live 他唱到的 因為蒙眠歌王那些 他都是唱Live 他真的很好 他試過跟周深合唱 我就是看他跟周深 在蒙眠歌王唱他雪 那個版本非常好聽 周深也是那些 即是 即是 Storytelling 雖然周深也可以叫得好高音 但是 都是那些 薄的Storytelling的聲質 然後他們兩個合唱是很好聽 所以其實 是他自己更換了唱法 而導致這個結果 還有應該是 那個 他之前的兩個 沒有謹慎的言論 而導致他的觀眾緣 跌了很多 所以就變了 大家 即是你知道那些 粉絲都是這樣的 即是你本身 人不吐氣的話 你只要少少差錯的話 都會 即是做什麼都不行 是的 而且真的做得不太好 還有因為節目裡面的其他人 都真的唱得非常之好 但是 你知道比賽型選手 就歸比賽型的選手 即是你真的 歌手的話 是很少可 每一個歌手都是 比賽型選手的特質來唱的 即是 即是阿Jem可以表高音 他實力很好 他不是每一首歌都叫給你 所以我覺得 他應該用自己擅長的聲音 用自己的強項 去唱好每一首歌 即是 而且確實有人說 他只簽了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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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跟你唱得好不好 是無關係的 即是那是一個會淘汰的比賽 是的 會淘汰 如果他只簽了兩集 即是兩集之後 就要淘汰 因為他會有人踢館 他踢館 他就被人 會淘汰 但又很尷尬 即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簽了兩集 我預計了 我會被淘汰 那個 就很奇怪 沒有 內地的中間你都不是當比賽 你當做節目 即是當做Show 你都是唱好一首歌 就OK 是的 我們不如先聽一下楊盛林的第一首歌 是的 就是這個賣播 被人在Fresh裡面瘋傳 你有沒有看過 我剛才震撼了一下 是的 但其實他又不是很震撼 那首歌 那首歌是自己的 那首歌是自己的 是的 所以 把自己的歌唱到這樣 大家都不太收貨 但是他以往唱這首歌 他都不是這個唱法 他就要強行改到這個唱法 是的 所以就有一點 還有我覺得 因為Live Live Band的 arrangement 跟他的唱法的設計 不配 因為他後面是弦樂 不少提琴 那些弦樂 你唱弦樂 然後你真的會飆高音 是 然後就覺得 我自己一開始聽的時候 我就覺得 他 簡言 這個arrangement 都像是那些 他平時唱的那些 前面輕 然後後面歌 就是 他一貫以往 就是曖昧 那些 那些 所以我覺得 arrangement 跟他選擇的聲線 去唱是有不一樣 他是可以 要不就把歌曲改成輕的版 可能本身帶我走就有限制 他本身改不了的時候 那可能會不會是 現場的音樂 就是Live Band 可能走 因為Live Band應該可以 不只演 我不知道 但是他可以 調整 總之現在出來的結果就是 兩樣東西都不配 有些人說 選擇帶我走不是楊成林想 是節目組的要求 是嗎 但其實因為那首他自己的歌 就算他想不想也好 他也應該是唱得OK的 是啊 但我也不覺得他唱得很差 是啊 其實不差 只是那一刻 很用力 就像大陸的玩法 但是其實他前面的高音 都是不穩定 其實他唱得不差 但這首歌是偏不穩定 還有Live 沒有收音 還有參加這個節目 其他人那麼緊張 我覺得都一定是有的 所以其實他 其實真的不是唱得很差 只是不穩定 還有他用的唱肯 都不是他一貫以前唱歌 很好聽的那種唱法 所以導致 那件事 什麼叫做波鞋那張照片 他有出了一個圖 就是把他剛才買波的樣子 跟一個波鞋的圖放在一起 就很像這樣 即是叫那個波鞋 對 對 叫那個波鞋 這樣 嗯 對 但是我又不明白 如果每個人都回內地 都會這樣用唱肯去比賽 為什麼只是針對他呢 為什麼 只是 因為其他人唱得很 不是 其他人也有被人罵 汪蘇龍也有被人罵 汪蘇龍也是那些 不是那些標高音型的歌手 他也會被人罵 因為本身不是標高音 而是硬的標高音 然後人們就覺得他做作了 總之覺得不是那件事 不是 你要硬是跟一群標高音的高手 面前標高音 那你當然是不夠標 對 那你又真的標得不好 那就是這樣的結果 所以不如你逆向打 你兩個完全不同風格的困 你是不能比 你硬是要打同一個類型 對 那你讓榜 你不夠打 如果像容祖宜那些 他去到內地參賽的時候 他唱歌應該都不是這樣標高音 對 哇 容祖宜參加我次歌手 我覺得容祖宜神的位置是 你知道我自己本身 容祖宜是很擅長改風格 他譬如很喜歡快歌改慢版 那些東西 他真的改到很有感覺 而且容祖宜也叫到 你明白嗎 他都可以標高音 但是他不是那些 整個歌曲 他不是阿Jem那些 整段在那裡 很多歌曲 他不是那些 但是容祖宜可以改到 哇 我前面很靜 很舒服 很趕固 然後我後面給你高音 給你爆 容祖宜是這樣說 所以我就覺得你不如 而且他之前蒙面歌手也是偏這個方向 前面很靜 很好聽 很舒服 很透徹 他的聲音 然後他到高音的時候 他都到的 而那些高音也是很通透的高音 而不是現在這樣捏住 聲音的高音 我覺得他現在這個唱法 完全是一個 學唱 就是我唱歌 可能有時候都會很大力的 硬要打高音上去 其實應該是用錯了那個力 是啊 還有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可能 不知道叫做 重新學一個發聲的方法 或者什麼 因為很多時候都會的 可能你學唱歌的時候 你突然之間去 轉一種 發聲的方法 你不適應的時候 也有機會出現不穩 太大力的情況 所以不知道他會不會 可能是 現在在練習一套 不新的發聲方法 但是你做節目 其實應該是用你最穩的東西 所以不知道在哪裡出現問題 但是總之整件事 還要加上是自己的歌 都是那句 自己的歌都唱到這樣 就是更加一個扣分的位 然後到第二集 到第二集 他就是唱JJ的 不為誰而作的歌 都是難唱的 其實第二集我覺得沒有什麼 其實都沒有走音 走得好 沒有特別走音 只是太大力 那剛才也沒有走音 是啊 但是第二集那個 是比帶我走更輕輕 只是整首歌都很用力 但其實他沒有特別炒車的位 那我們先聽一聽 剛才這一段 其實是一點問題都沒有 對 很正常 大家都說是比帶我走好 但是為什麼都被人罵呢 因為是有比較 因為這一首歌 翻唱的人很多 而將他神地改編的人都很多 所以楊成林唱得 就會相對是 普通了 而且 那些人是 講到 而且他也是偏大力一點 因為楊成林以前唱歌 所以他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鳴 他剛才這兩首歌 都是很鳴 很重鼻音 沒有他以前那種很清澈的聲音 所以他是偏大力 但是其實他第二集那個歌 是沒有炒車的 然後是誇張到 剛才聽到有些 啦啦啦啦的東西 然後會有媒體寫到 他是忘記歌詞 然後在那裡啦 但是整段擺明 然後我特地去聽一次原裝 原裝是沒有那一段啦啦啦啦 而他原裝有的東西 他也有唱 所以那一段啦啦啦啦 其實是他 加上去的 可能那些人又會覺得 那一段啦啦啦啦 不好聽 總之又會寫到那一段啦啦啦 是忘記了歌詞 然後又 我覺得這首很正式 也不是唱得特別好 但其實也沒有太值得罵 其實也不是找得到 有位罵 他唱得不夠好 但是他也不是一個 也不是一個 也不是一個 會不斷罵的 批評 這樣也會罵 那MIRROR上去不就糟糕了 這樣 有排罵 任何一個位置都可以抓你 你不要經常針對MIRROR 你不要經常針對MIRROR 所以我覺得是 真的因為他以前的一些不實的輿論 不是不實輿論 即是他那些沒有神言的說話 令到他得罪了很多不同的粉絲 而令到那些人又不斷罵他 但這個問題是 你也要抓到一些東西來罵你才會罵到 那他也真的是用力的 就是用力的 但是真的不至於是會罵 這件事很神奇 對 即是很緊 很用力的 即是如果這樣 那淺華唱歌 那些座柱也有很久 對 所以那些人不就把他說 楊誠林是現在的 即是正在走楊千華的步伐 對 我也覺得那些人討厭他的程度 開始都差不多 對 也有人這樣說 是真的說楊誠林是在踏上楊千華的步伐 但是楊誠林真的不知道他差什麼 就是沒有神言 真的 對 這個節目就是告解大家要神言 知不知道 吃海鮮 對 即是台灣吃海鮮是不奢侈的 對 雖然也不明白為什麼他當時說一句這樣的話 對 我想他純粹想親中 但是你說他湖南人 外騙人 你也是不明白為什麼他會無緣地這樣說 只是說笑而已 對 即是如果他只是說笑 但也被人抓住這個點來說的話 應該是他本身的觀眾緣 就開始抹落 是啊 其實他真的是這樣 其實那時候是他演唱會的時候 然後他就 嗯 嗯 看看 看看我看一看那個原油 他 都 即是我想都是 他應該是 笑著來說的 是笑著來說的 是真的開玩笑的 好像演唱會的時候 那些人就叫楊誠林去玩那些螢幕拍著那些情侶 就kiss那些 然後 然後 不知道搞了大論 然後可能其實那些人不是情侶 然後楊誠林就說 荷蘭人不可以這樣指我 你們已經有些明星 你們知道嗎 愛騙人的事 不要騙我 噢 他就說了 河南人本身喜歡騙人 噢 咦 他說了因為他本身是有這個 即是 河南人本身有這個 騙人的事情 是啊 他就說河南人本身就是愛騙人的事情 哈哈 是啊 所以他就 真的說了真話 是啊 不知道是不是沒有這個 是啊 為什麼本身有那個事情 那個事情又不知道是什麼事情 即是河南人才知道的 那些事情 我不是 或者是不知道 總之他就 說說河南人愛騙人 然後就令到 人氣開始就瞬間下滑 因為 譬如我當楊誠林同期王心靈 王心靈和楊誠林的步伐都很累 他也是 本身台灣也是 也是教主系列 楊誠林是很好的 教主王心靈 是甜心教主 嗯 是啊 那兩個其實 那個路線也是非常之相同 那時候我簡直覺得王心靈很煩 因為他經常抄別人的路線 其實是一模一樣 然後呢 去到內地的時候 楊誠林是先的 楊誠林是參加承風破浪的姐姐先 然後就到王心靈 然後王心靈 王心靈上完承風破浪之後 是人氣急升到 他急升到現在 還是在內地 還是在很頂流的位置 還是很受歡迎 王心靈就是真的透過承風破浪而翻紅 因為他的經典 他就透過承風破浪去翻紅 但是楊誠林就沒有做到這個事情 可能因為不知道怪不怪他另一半本身就是內地人 就是可能他另一半的問題 但是李榮浩又不是 我覺得他是內地歌手 但是他也很不內地歌手格 我覺得 你不覺得他那股脫那麼強烈 嗯 是啊 不就是怎麼說 因為他是因為另一半是內地歌手 他就移往內地發展 跟王心靈是真的台灣歌手 是自己去了內地 所以那件事可能有點不一樣 但是這樣不是應該更加合理嗎 就是他因為內地 另一半在內地 所以他去內地發展 是 但是那件事沒有那麼吃香啊 你明白嗎 就是你不是 你不是在吃台灣的經典 那樣東西 就是你香港人上內地都會吃香 就是香港的 就是你TWINS在內地都會很吃香 但是你 比如你是跟隨另一半上去 那件事就沒有那麼 你明白嗎 我理解不了 就是你不是 因為他們而上去 你是因為另一半而上去 但是我的另一半都已經是你們的人了 是不是 就是我的另一半已經 就是那個已經不是一個 不是沒有距離 你明白嗎 那件事 就是已經變了 就是你沒有了那個距離 你變了內地的歌手 你又不夠困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我真的很難理解他們這個想法 是啊 就是你譬如內地的歌手這麼Hit的時候 內地的歌手都不會覺得TWINS唱歌好聽 但是大家看TWINS都是吃個回憶 吃個 那當然啦 人情味 但是譬如你真的 譬如TWINS和內地的人結婚 然後回到內地發展 你將他CAT了做內地歌手 所以他已經不是一個香港歌手 或者是台灣歌手 可能是這樣 不是 真的很難理解 可能是這樣 對 所以這一節就是告訴大家 身為一個公眾人物 記得要慎言 哈哈哈哈 是啊 如果不是 你多唱得都沒有用 對 雖然他也不是真的唱得好 但是你會 那個原諒值會去到零 真的不差 我不至於覺得他的原諒值會這麼低 對 因為他的樣子其實又漂亮 他的笑容又甜美 然後跳舞又跳得好看 唱歌又不差 你可以說他的聲音 本身不是特別好聽 但是他的唱功是沒有事的 正正上上 對 其實就是蔡依林那類 蔡依林的聲音也沒有特別好聽 但是唱功又很正常 又很穩定 對 所以其實也不知道為什麼可以引來 如果楊成林這個水獎也引來這麼多 馬評的話 對 香港應該代不下去 有朋友 你只是一個Chill Club 都倒了一隻 哈哈 Journalist都長到什麼 對 但是我覺得是否只是 香港才會這麼多牛獎 我經常覺得台灣或者內地那些 其他國家 其實所有地方的歌手 都是很少有些 即使你偶像派的歌手 都不可以唱Live的程度差到這樣 我也覺得香港是比較差 但是你覺得香港人的聲音 真的比較弱 是不知道為什麼 即使是基因的問題 即使是基因的問題 即使只去看演唱會的時候 我也跟我的朋友說 後面很明顯來自內地的朋友 他就這樣 他只是需要開放他的桑子 已經叫得更厲害 對 去到說五月天 他已經比我們尖叫的聲音 為什麼可以做到的呢 即使是基因的問題 對 那你是沒辦法理解 但他們的聲音本身就是厲害 對 對 所以都沒有 所以大家就沒有 沒有 都是了解自己的聲善 然後發揮自己的長處 掩蓋自己的短處 但偏偏 楊成林就把自己的短處 但是他本身已經是值數很高了 他就是不做自己最擅長的事情 走去做自己完全不擅長的事情 啊 理解 那這個就是錯的地方 但是 對 但是我覺得他就是因為沒有腎 所以令到自己的原理值這麼低 好 我們看看課金 彤彤有200元 彤彤今天也做得很好 真的做得很好 來 哈哈 感謝 好 我們這一節就到這裡了 下次回來繼續